非典型一甲,安切洛蒂成功首秀,一甲第二轮奈布勒斯,AC米兰比赛复盘塞前,一甲第二轮继续进行,迎来了一场焦点对决,奈布勒斯作战胜保罗球场,迎扎红黑军团,AC米兰,奈布勒斯惊吓邀请了名帅安切洛蒂入主之教。 安切洛蒂时隔近十年重回一甲的首秀,就是面对曾经执教过的AC米兰,此时米兰的主教练正是当时安切洛蒂的爱图加图索,此班具有如此故事性的对决,加上比赛双方的势力相近,都为这场比赛赚足了眼球,捞涮安切洛蒂入主圣保罗,使得纳布勒斯无疑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球队之一,拿坡里坐镇主场。 安切洛蒂排出了常规的4-3-3阵容,哈姆希克,阿兰,泽林斯基坐镇中场,恰烈空,殷西涅,米利克三剑齐发,死亡三小之一莫腾斯坐在替补席,米兰方面,加图索也是排出4-3-3的首发站位, 新元也是拿坡里就将衣冠金首发,罗马尼奥利和穆萨基奥大当中尉,新元巴卡约科,哈利洛维奇,卡尔达拉坐上替补席代理。 开场即疯狂,双方大眼攻势足球,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双方在比赛一开始就迅速进入状态开始全力进攻,并无半点试探之意。 首先八位的是坐镇主场的纳布勒斯,比赛第四,九,十二分钟,阿兰,银西涅军完成了射门,纳布勒斯主场通过前场的冲击力力争手心进球,但是运气并没有站在他们一边。 比赛第十五分钟,尼兰使用纳布勒斯的打法,攻破了纳布勒斯的球门,博比尼街队友长穿头球回蹭,博曼文图拉零空剪到脚破门,尼兰克场一比零领先。 这种球转空挡大范围转移的打法,不知道现在远在英伦的范里看了,会不会感到似曾相识。 博曼文图拉已经不是第一次完成这种高难度射门了,打开大河,进球接踵而至在一半落后之后,纳布勒斯明显加强了攻势。 第三十八分钟,卡列宏竟是稍少偏出,第四十五分钟,里立刻大力宏门被多纳鲁马拖出,可以看出,死亡三小虽然并没有全部上场,纳布勒斯前八场的攻击力丝毫不减。 可是,幸运女神再一次站在了米兰这一边,下半场第四分钟,被几乎压制了半场的米兰又进球了,还是相同的拿破里套路。 只不过这次换成了苏索街队又常常后回船,别后为卡拉布里亚跟上推着破门。 随后没开二度的波拉帅哥泽林斯基成为全场焦点,连续的被打成大范围突击。 纳布勒斯并没有坐以待地,他们很快做出了回应。 第五十三分钟,卡列红断球后送出横川,泽林斯基强妙一让后拉开角度地射破门。 纳布勒斯搬回一城,第六十七分钟,又是泽林斯基。 纳布勒斯在十五分钟之内迅速搬平了比分,他们并没有收手的意思。 第八十分钟,纳布勒斯前场,晴空三人组之间的精彩配合。 阿兰传中,莫腾斯后点打空门得手。 纳布勒斯最终主场三比二大逆转纳布勒斯,一挂一位置后撤。 纳布勒斯进攻失去持续性,能够首先打入两球,说明纳布勒斯在打乱战之时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苏索和博里尼的两个边路速度快而且助攻能力出咒,但是纳布勒斯接管比赛之后,米兰方面就仿佛失去了进攻套路,持续无法做出回应。 进攻失去持续性,导致了前场对对方的压迫不足,自己后场又屡有失误,导致了崩盘,使米兰失去进攻威胁的一个安排,就是家徒所受益的衣冠衣质后仪。 这一举动本为了加强中场与风险之间的联系,通过乔偷宝、衣瓜叶,来向两个边路输送套弹。 但是衣瓜因太过于沉迷个人寒大,自己又没有了原先年轻时的黄马和纳布勒斯时的绝对速度,加上圣保罗球场失声四起,小烟枪的发挥受到了很大的局限,面向球们机会过多也自己本该有的背身拿球护球的能力得不到施展。 莫腾斯上场,死亡三小恐怖依旧纳布勒斯近些年来,在一甲合物战打出的名堂,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前场死亡三小、莫腾斯、卡月红和英西涅,这三名球员虽然身高不高,但是速度极快。 教杀技术贤手,具备极强的纵身突击能力和横向盘带能力,这使得纳布勒斯前场的进攻经常如水银线地一般。 上对手防不胜防,这场比赛按切落地虽然首先派上了米利克首发担任中锋,其目的更多的也是消耗米兰的防守体能和耐心。 直到比赛第63分钟,莫腾斯上场换下哈姆希克,前场三人组围绕尼利克树立进攻方向,结果仅仅四分钟过后,泽林斯基颁平底分,的进球就到来了。 纳布勒斯强大的进攻,也需要强烈的中场做支撑,泽林斯基,阿兰,哈姆希克的组合不稳定而富于才华,米兰和纳布勒斯差的,可能就是加图索和安切落地之间的差日米兰主教练加图索是米兰民宿。 球员时代以作风凶狠铁人体的汪名于是,可以看出,在这位刚毅的主帅制下,如今的米兰打法更加简介有效,队员之间的默契也更深。 但是自从巴卡院和上场之后,米兰的后场出现了问题,这位来自切尔西的新元并没有很好地融入米兰的方首体系,是的后场失误平平,加图索在面对场上突变的局势之时的随机应变能力还需加强,曾经的师徒两人。 加图索现在也需要多下个安率取经,拥有着久远的历史的豪门球队,米兰和纳布勒斯都有复兴之势,但是他们距离真正的欧洲强队还有一定距离,一甲的复兴,可能也要等到当初一甲七姐妹的复兴完成的那一天,才能真正有了底气。